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周一好,每周一我们相约在专业一加一,好,我是黄俊,欢迎齐老师 黄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齐老师,我想今天的话,我们首先应该要谈谈黄金吧 因为其实我们的观点基本上都还是比较明晰的 周一下的话,就是说在中短线是偏向于看空的 然后在更长的周期的话,认为说黄金可能会出力反弹,对吧 对,然后在上一周呢,恰好黄金就来了一个 怎么讲,今天大力转,然后先是大波的下跌 然后呢,当然周一早上下跌了,可能有很多的说法了 但是后来呢,我们可以的的确确实实在这里看到 就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黄金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向上走了 这个,为什么黄金会在上周这么强呢 对黄金整个的观点有什么新的更新吗 我想现在目前我们对黄金的跟踪,我主线我觉得依然还是没有变 一方面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走向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的通胀的这个情况 那上周黄金,我想主要还是受这两个事情的主要的推动吧 就是我们知道周一的话,主要还是因为上周的飞龙的影响 那么周一来了一个延续的行情 而且这个行情呢,来得特别急,特别快 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中国投资者可能周一早上盘一开 就发现这个行情已经可能走完了,走完了大部分了 然后周中的反弹和周五的加速的上涨 那么周五的上涨的时候还是受到了美国长期通胀预期的一个影响 那美国公布了五年和十年期的这个通胀预期的数据 比之前的潜质要高,而且比预期也要高 那就推动了黄金进一步的上涨 那这是过去的这个一周黄金的表现 那我不知道好像是有什么补充没有 这是我对于大概过去一周的一个阐述 我就接着您刚刚所讲的这个话题 也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呢 这个公布了比之前的预期更高的通胀 那么黄金这不正是要增强这个美联储的收紧货币的预期吗? 对,这个是上周五在行情边讲我边在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整个市场是一个相对矛盾的一个比较纠结的时间 包括我上周在节目中我也讲过 我说上周五的急跌过后 我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意义上 我当时也讲了 我说可能未来行情可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胶着 但是我没想到上周其实虽然是胶着 但是它的幅度特别大 那未来长期通胀是否会更加考验 给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些方向 我觉得这个是要等到市场进一步的信号的或者信息的 也就是说如果分析未来的话 我个人认为来讲 市场也不应被上周的这个上涨或者下跌就打乱节奏 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能不能清晰 我认为可能未来这一段这个区间 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 黄金可能还是会陷入比较胶着的情况 你是认为说上周的这一轮上涨 可能呢还是会昙花一现 对我认为上周的这个来回 从技术手段处理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忽略的 或者说就是它只是暂时的 就像您讲的 因为我认为刚刚您讲的这个反思特别有道理 就是说现在目前来讲 对于黄金的影响 那因为毕竟一方面是规律客观自然 另外一方面是人为 那只要人为去对应这些客观规律 我觉得人为的因素还是比较主动的 也就是说如果一旦通胀继续走高 那有可能这个政策的变动性可能会加大 这是一方面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说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一点 就是上周各个国家都公布了CPI 欧洲各国也公布了 然后包括日本也公布了 实际上我们看到 其他国家的CPI涨是比较温和的 或者说并没有出现通胀持续飙升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确实得比较深入的思考 未来这个就是黄金走势的问题 还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黄金这个话题 再再延伸一下的话 我认为可以这么说 就是刚才的我们主要从通胀的这个角度再讲黄金 其实换一个角度的话 也可以从美元指数的这个角度去看一下黄金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可以和 如果如果从美国的角度的话 就可以和欧元英镑这些 这这这些其他的非美货币 可以做一个比较嘛 你在上周其实我们看到 在经历过飞龙的大跌之后 然后在上周欧元英镑纷纷的都有所回调 也就是说美元指数其实是下跌的 然后相应的呢 其实黄金也是上涨 美元相对来说仍然也是下跌的 所以他们这几个产品呢 他们的这个 联动性还是保持的 对对保持非常的算是比较完美吧 对但是问题又来了 其实就是上周呢 因为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公布了一个数据 就是CPI的数据嘛 这是最最关注的一个通胀数据 是5.4对吧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 当然了市场上有一套说法呀 就就就就说这个增速降缓了 对吧 没错没错 对但是呢 这个我说一个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 呃一面之词 这并不一定是美元上涨真正的理由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通胀能够达到百分之三以上 百分之四以上 就已经算是很高了 呃 你不可能还要求他在百分之五以上 然后还要怎么样继续的 一下子跳到百分之六 百分之八百分之十 这个就过于的夸张了一些 也现在美国国内的情况 没坏到这个程度 所以呢就是百分之五点四 这个通胀已经算非常非常高了 已经在完全高位的区间 按照按照一般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在这样的一个高的区间之内 美联储应该是要收紧货币的 所以我我是 是不是背后有一个什么事件 让我们完全到完全的忽略到了 但是市场呢可能有一些 有有信 有更有信息的人 或者说有一些先知宣洁的人 他们真的就已经看到了 然后在这种背景之下去 做多美元 呃做空美元 那这个就复杂了 那这个可能背后的 就是 实际上我们看到 就像我倒是觉得 黄石这个 这个 就是刚刚的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也就是说 从美元的逻辑来看 其实并不是黄金的逻辑 主逻辑不在黄金 而是就我们分析黄金来说 那么刚刚我们回到美元指数来看 其实整个非美 实际上周五都在反弹 而在做空美元 那呃 那一个方面我们要看过来 就是说美元这种跌时 是否可持续 第二个方面就是您讲的 是否我们有一些观察变量 是在这个 我们忽略到或者没发现的 对 因为我们再换个角度 再来讲 就是如果我们不看 行情的这个结果 我们比如说在上周五 飞龙数据中心之后 不看结果 不看行情的结果 然后我告诉您说 CPI是5.4 CPI更高一些 嗯 嗯 那个时候会 正常的思考是怎么样的 OK 呃 我先 从我对于这个数据的解读啊 我对我跟方老师可能多少 稍微有那么一点差别 嗯 就是呃 我认为 这个市场 还有一个平衡点在 这个平衡点 我觉得呃是 反而是考验市场非常 关键的地方 也就是我刚刚 其实我有讲到一点 也就是 如果美联储认为 通胀是短暂的 那么同时 我们看到现在 无论中国也好 欧洲也好 通胀确实没有标起来 那么美联储会否认为 美国未来也会有个自然回落的过程 或者是 美联储一直这么认为 对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也就是说 美联储有可能会放任 这种通胀 目前 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 这是一个 其实蛮纠结的点 那如果说假设 全球其他国家的通胀 在美联储没有 呃停止放水的情况下 飙涨 那美联储可能会急 但是我们同样看到美 因为美 美元是属于 世界货币 那这种情况下发现其他国家 并没有上涨 我明白你那一次了 七二十 对 那么 这里面 对吧 那这里面 市场会不会去推定 美联储可能不那么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 当我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就是上周在 在了解 在看盘面的时候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 就像您讲的 其实您的 就是一些一些就是疑问 也是我的疑问 好吧 我 我 从我的这个角度 再来就是讲一下 您刚刚所说的这个 这个部分 认为说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之前呢 美联储讲的很 很厉害 我要 收紧货币了 但是呢 突然发现了 就是现在 就是不管因为外界的什么原因 突然大家发现 美联储在打假球 嗯 嗯 他其实根本就不想 就是就是就是 这场看起来 华老师 我认为 我认为是这样 我们现在不能给美联储 改观定论说他打假球 现在这个这场球还没踢完 就我我始终认为 就是我 或者说 简要的把它点出来 就是说 美联储的这个短期通胀的预期 和这个 就是 怎么说 和现在通胀率上涨 就是环比 越环比上涨的 就是深数放缓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节点 恰巧在这个月 是吻合的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也就是说 没错 一人认为通胀是短期的 通胀是短期的 那OK 那我们这个月看到了 它的阅历 在下降 那么市场 是不是更会符合 符合或者说是去 往美联储方向去走 我想是 我认为是 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也就是推定 美联储可能对通胀 有忍耐心 也不那么急 嗯 好 那这个我想这个话 关于这个话题的话 我们继续的深入下去 其实也很难 很明确的一个结论 嗯 我就说一下 我现在就是 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观点吧 嗯 其实从盘面来讲的话 我认为说还是应该以 看多美元指示为主 就是如果是 是从交易这个层面啊 但是呢 在上车的走势当中 我又的的确确看到了 一股力量在空美元 的的确确看到了 只是了现在 就是信息还不够通足 还没有办法去总结出 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 或者说有信服力的说法出来 大概大概这个这个就是 我现在对于欧元也好 黄金也好 等等这些产品的一些看法 我想是的 就是现在市场 无论哪一方面缺乏 更大的共识 也就是说 你说 你刚才讲说 美元指示打假球 我认为确实 好多人认为 美元指示打假球 但是实际现在目前 没办法去下定论 说他他怎么样 因为比赛结果还没出来 所以我觉得 也就是说意味着 现在整个市场呢 如果理性客观一点 去看待 他应该是比较脆弱的 又是用脆弱这个词来形容 也就是说 有可能 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或者都有可能被捕风 作影 都有可能会 引起市场不小的波动 好吧 那最后 这个关于欧元也好 黄金也好 等等这些产品也好 确实 其实从交易的角度 您是怎么看的 好 从交易的角度有点难 我觉得现在这个 节骨眼 它是一个比较关键期 时间周期也是在 这个周期 可能是9月份之前 这段时间 我觉得是比较敏感 然后第二个 我们从美元指数的 角度来看 我觉得现在 中美之间 也可能会影响到 市场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 可能耶伦 也有可能会 说以计划来中国一趟 那说明中美之间的 这个政治 政治上的博弈 有可能会 开始会更加的 传导到金融市场 那如果说 中美之间达成某一种 当然短期内 不一定能预见 那这种 这种合作 你可能对市场 也会有影响 所以 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 未来 可能会偏 震荡 或者偏 相对 交着 震荡 那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认为是美元偏 稍微的要强一点 还是可能 对美货币 稍微的要强一点 如果非得说 站哪一边 我觉得 非美这一轮的洗牌 可能还没结束 大概 我从技术 或者说 从这个 市场的一些 头寸 来去考量 这个洗牌 是什么 是什么意思 是洗的是美元 还是洗的是 比如说欧元 我想一样 我觉得对欧元也一样 欧元我觉得这次出底 单凭上周的反弹 是不能 佐证的 OK OK 对 大概我觉得 那我想 其实这个 刚才听了一下 你的基本面 还有技术面的一个看法的话 我想其实 我们的这个 看法 还是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 总体 还好是相似 总体差不多 那好 刚才呢 你提到 你提到一个 关键的词 叫做 如果不得不选 一个方向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聊一个 我们之前 不得不选的 一个方向的产品 那就是原油 因为这是 对 回顾一下的话 大概就是说 我们在之前呢 其实都认为说 原油可能会偏 复杂一点 然后呢 就是如果是要 不得不选一个方向的话 认为说 原油偏空的概率 相对大一些 然后现在 现在从这个图表的角度 来看的话 原油总体来说 的的确是下跌的 只不过在上一周呢 稍微的 有一点点反弹 但这个反弹的力度 不大了 对吧 旁边上的力度不大 对原油 有什么观点上的 更新吗 崔老师 上周 其实我们对原油 做了一个 比较详细的阐述 也就是说 对原油 现在目前各个 方面的一个分析 结合了疫情 结合了美联储的 这个 政策制定方面的 一些需求 然后也结合了 市场供应啊 需求端的 这个表现 我倒是认为 现在没有太大变化 也就是 在各方面来看 我认为原油 还是有回调的压力 嗯 还是 那就是 整个基本面 和技术面 其实都还是像 是更倾向于 之前的这个观点的延续 对 因为我 我觉得在上周 没有太多的宏观因素的改变 嗯 那好 那关于这个原油呢 虽然好像 我们讲的很短 但是 嗯 我也是复印 您的这个 这个观点 因为现在这个 好 好 这个Delta病毒 一切 撕裂的 蛮严重的 嗯 而且中国经济呢 上周的这个 涉容数据啊 这些 很多的这个经济数据嘛 其实都 都是有点 偏空中国经济的 一方面呢 是疫情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中国经济 增速下降 的这个预期 那么对原油来讲的话 不一定是个 好消息 对没错 除了 呃 当然我 对原油来讲 有一点 我不是说 除了是 有可能存在的 未来远期 可能存在的 战争的石油 战略储备 有可能会 推高价格 以外 我认为其他 可能还是偏空的 因素还是多一些 嗯 嗯 但因为战争这个东西 我们没法预测 嗯 对 嗯 嗯 嗯 对 那好 那那原油这一 这一小节的话 我想虽然很短 但是还是比较清楚 我们就不在这个产品上呢 做过多的一个 说明了 好 那关于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关于 A股吧 确实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中国的这个 呃 经济数据 是 特别是涉容数据 下降的力度 实在是太快了 嗯 那么对这个 A股有什么看法 呃 近期咱们国内的 宏观的数据 确实不是说特别利多于A股 呃 就包括经济数据也好 还是说在政策上的一些 呃 变化也好 那给A股 那给A股 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那我们也知道 呃 上周市场 在呃 外盘的表现是不好的 包括 富时指数也好 呃 或者是香港的 香港恒生指数也好 那所以我觉得 嗯 在迎合我们之前的一贯的思路 我们应该认为 我个人依然认为来说 上有天花板 下 呃 可能 也是有地板啊 但是我认为 呃 这个像A50指数级别来说 我觉得可能这个呃 还会 还可能会去寻找更低的低点支撑 嗯 怕是 嗯 好吧 这个您对A股的意见 我也是很 负义 这个也没什么 补充的 嗯 当然了 对经济数据的话 这个 因为你 你也知道 之前呢 我的观点一直是 上面是有顶 这个顶呢 是由经济造成的 下面是由 嗯 是由这个流动性造成的 嗯 但是呢 就是说 这现在的这个经济的顶 的的确确也 也也显现了出来 对吧 最近两三个月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的PPI PMI 呃 呃 这些数据都不是 都在拐头向下 嗯 对 所以呢 对 还是维持 我想维持之前的这个看法 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下半年 就是 刚才讲的经济嘛 下半年的话就有可能还要继续的降准 甚至有可能降息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的话 对于A股来说又是一个支撑 没错 当然我黄老师 我讲这个问题 也就是延伸一下您这个问题 其实 我个人认为啊 市场如果久了 它可能会依赖降准或者降息 对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市场会有依赖性 嗯 盼着 对因为因为我们也知道 呃高层 或者这个 这个国务院已经其实有一定阐明 阐明呢 市场会有一个 这个观光期和等待期 那看这个政策的情况 那如果说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 那你等待的越久 可能对市场是越不利 嗯 对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还想做一点点的补充呢 就是说A股呢 有可能会迎来风格的切换 这个是要注意的 刚才呢 就是从指数的角度在聊 对没错 我对我们一直是从指数啊 就是呃在大盘上面 可能呃就像您讲的 可能这个风格切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 对因为最近的话 像这个宁德时代啊 等等这些股票的话 的的确确有点 注定的这个初步的迹象 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 而且在上一周 宁德时代 也不是出了一个大的案子吗 对吧 嗯 这个这个融资将近600个亿 所以这个资金量也特别的大 嗯 所以呢 就是这个风格可能会切换 这个是要注意的 这个就是指数是震荡 但是如果你呃 这个这个风格切换 如果恰好踩错了的话 呃 回撤度不一定会很小 所以呢 没错 这个要注意 因为我们也知道国内现在面临 还是有一些包括说这个 恒大的一些问题 对啊 包括政府对于呃这个呃 其实房地产也好 教育啊 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调控也好 呃这个都会迫使市场短期内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紊乱 嗯 对呃 但是呢 也不用特别的悲观 因为既然是风格的切换 有一部分股票呢 可能就会下来 但是另外一部分股票呢 也有可能就会就会上去 也关于这个呃 在风格切换之下 哪些方面可能会有利好 却老师 你有一些什么方向给我们提到吗 呃 呃 呃 我觉得这个这个呃 这个就是跟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方向相关的呃一些领域可能呃会相对稳一点 那就是呃比如说在制造业上面 然后在呃我想在医药行业医药方面 然后在这个呃 嗯怎么说就是在一些科技赛赛道型的科技企业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吧 嗯 好那那这个就 谢谢 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老师说明一下就是咱 我们对股市 我的个人对股市我们还不是说就不敢进乱评论 只是当做对对聊一下嗯 只是只是一这个是这一些方向性的一个一个选择了 具体的个股的话就呃各位朋友自己去选了这个 没错因为我我我们也我也看到说市场最近关于这个风格切换的讨论热度非常的高 嗯对嗯嗯 其实如果如果就像您刚刚说的确老师就像如果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真的会切换 因为市场会反映大家的 没错会有个认可嗯对 所以呢就是从机会的角度来讲大家更应该好好的去想想未来的机会是啥 或许了 或许了就真的采换了 嗯嗯 没错没错是的 或许真的采换了 因为现在 比如说大的结构就是刚才讲到了嘛就是震荡 这个这个其实就这个就意味着这个风险就相对可控 可以啊 对 当然我们从就是从我们宏观或者是从这个从外盘的角度来去看的话 其实那如果一旦说未来呃会出现一些动荡或者是呃就是我我指的是金融系统呃或者说这个呃中美之间的这些这些情况那可能包括一些资源类的股呃能源类的股 我认为呃有一些还是不错的嗯嗯好那这个关于A股的话整个的态度呢也是比较明确也就是说从指数的角度来讲了有可能是震荡呃但是呢就是目前呢就重视一下这个风格的切换 嗯对嗯OK那好吧其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一些类伦吗薛老师呃我这里呃我不知道黄老师还没有一些一些一些呃这个品种要讨论呢嗯没有啦我我认为就是这些呃黄老师哎哎对这个呃美国的十一国在 呃怎么看呃有没有最近有没有观察一下嗯这两天没有去看国债的这个这个图表没有没有办法做这个更新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嗯呃他最近跟呃上周跟黄金的同步呃会比较紧密一些对上周嗯对对 呃呃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刚刚刚开头对黄金讲的一样我觉得这个还可能还得就是说呃这个分析的因素可能还得从美元或者是呃进一步观察一下美国国债的走势嗯 美国国在的走势 好 这个也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 恰好我们没有看到 那行 那其他也没有什么 这个更多的 就是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 那这样的话 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专业一加一到 本质的专业一加一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也谢谢曲老师 好 谢谢黄老师 各位观众们大致见 好 谢谢 我们就下周一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再见 好下周再会 拜拜